我今天的美食就要从这个铁桶开始 您可别小看这个铁桶啊 在当地它可是个宝贝呢 在草原上呀 慕名就拿它来当锅具 而且还是倒着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之前我还得跟阿迪丽江大哥 去参加一场摔跤比赛 只有参加摔跤比赛赢得了冠军 他才会给我揭开这个秘密 我们现在就要去参加摔跤比赛了 今年四十五岁的阿迪丽江 是板兰阁草场的牧民 他今天要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摔跤比赛 这是草原上牧民难得欢聚的日子 大家看到我手上这个专用的腰带了吗 只要系上这个腰带就证明着我 也是今天的参赛选手之一 今天这个地赛的奖分 有一只羊 各位和我们赢得拿回去做美食 哦 我们要赢一只羊 然后拿回去做美食是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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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学校的还有没有 有没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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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阿迪丽江大哥这么的厉害 看来今天我们这只羊是逃不掉的 我们是绝对在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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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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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没有赢了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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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阿迪丽江大哥 没想到你摔跤这么厉害 这下你冠金也拿到了 羊也拿到了 接下来你可以告诉我 这个水桶 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了吧 各位和这一集 让我们用水桶烤肉 你确定吗 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水桶吗 确定要用这个拿来做烤肉吗 我冠军都拿到了 羊又拿到了 你还不相信我吗 相信你 我信你 那我们赶紧回去 做铁桶烤肉吧 好 阿迪丽江如愿以偿地 赢得了一只羊羔 他要用这只羊 宴请大家 但用挑水的铁桶来烤羊肉 这到底该怎么做 铁桶又真的能将羊肉烤熟吗 这是我儿子叫 帅交冠军的儿子 这个水桶烤肉 我们求一些柴火 你跟我儿子一块去捡一下柴火吧 好的呀 没问题 那我们是去哪里捡柴火呢 这个烤羊随便圆圆黑黑的东西就柴火 圆圆的黑黑的 就是啊 臭 太臭了 我的天哪好臭呀 闻习惯就好了 闻习惯就好了是吧 牛粪咱们叫做天然的彩虹 烧火做饭 烧水 烤肉 烤囊 都离不开它 把风干的牛粪当作燃料 是牧民们一直以来的传统 但是用牛粪烤出来的羊肉 不会有怪味吗 那里还有 阿迪丽江大哥 这个牛粪我们也已经捡回来了 接下来你该告诉我 这个铁筒烤肉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了吧 我今天给你叫铁筒夹子烤肉 那我们现在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呀 第一步想这个切下来 来自和田本土的羊羔肉 肉质鲜嫩 是制作架子烤肉的上选食材 大刀阔斧踢出羊排骨 剁成小块 为接下来的腌制做足了准备 为了突出本位 阿迪丽江大哥在用料上奉行极简 一把洋葱末 一把盐 一把孜然 加入玉米面糊中 奠定烤肉底味 最后再让每一根羊排 与玉米面糊来个亲密接触 腌制二十分钟 就能烤出新鲜羊肉的原始本味 那我们这个也已经腌好二十分钟了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架到这个架子上了 是吧 是的 那我来给你拿肉 然后你来架吧 好 架子烤肉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们 抵御严寒的高热量佳肴 腌入味的羊排 还要再用牛粪烘烤 才能化身美味 这个牛粪烧的火还挺旺的啊 是的 牛粪烧完以后 我们这个架子肉放这个牛粪上面 然后那个水桶改起来就行了 这外面还要围上一层牛粪吗 是的 你确定我们用这么多的牛粪去烤咱们的羊肉 这个牛粪的味道不会串到羊肉里面去吗 不会的 你像是我没有味道 随着牛粪的燃烧 热量不断在水桶内聚集 桶内的温度高达一百三十摄氏度左右 封闭的水桶隔绝了羊肉直面明火 羊肉也因此烤得更加细嫩 我已经听到这个烤肉在里面滋滋滋的响声了 也已经闻到这个烤肉的味道了 现在已经熟了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解开 小心小心小心 烤得好好呀 我的天哪 太香了 色香味俱全我们的架子肉 有着炙烤香气和焦糖色外表的烤肉 具有了极大的征服力 瞬间让人口齿生津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铁桶烤架子肉 这么这么好吃 味道真是绝了 孤独的游牧生活 让牧民们格外珍惜亲友欢聚的时刻 比摔跤挺美食 他们用最帅真的方式 表达着热情奔放的情感 哈哈哈哈 哈哈哈